蜜月义渠王高云翔澳洲性侵被捕。 连同制片人王晶在酒店内暴力性侵36岁女。 目前已被警方逮捕并在。 蜜月义渠王高云翔澳洲性侵被捕。 连同制片人王晶在酒店内暴力性侵36岁女。 目前已被警方逮捕并在。 高云翔被暴性侵遭捕。 图翻设自高云翔微博。 大陆男星高云翔曾在录剧《蜜月传》中饰演义渠王,受到广大观众喜爱。 2011年与董璇结婚,婚后遇有一女,没想到29日却爆出涉嫌性侵一名36岁女子,闹上澳洲媒体榜面。 高云翔在《蜜月传》敗难又狂傲的义渠王。 资料照片。 据外媒报道,一名女子报警指称26日在澳洲雪梨香格里拉酒店遭到两名男子性侵,其中一名被报是近期在澳洲拍摄新戏《阿纳亚面情》的高云翔,另一名是同聚35岁制片人王晶。 两人中其中一位在27日被捕,另一位不久后也落网,目前双双遭警方拘留,据悉两人28日在雪梨中央地方法庭通过监狱内的视频出庭受审。 他们的律师称,两人将作无罪辩护,并在日后申请保释。 高云翔26日宣布新戏杀青。 翻射高云翔威。 高云翔日前为新戏《阿纳亚恋情》赴澳洲雪梨拍摄,他26日,周一,才在微博宣布杀青,如女子所述属实,他杀青当天就犯下性侵罪行。 而《阿纳亚恋情》制片人名魏王晶,也与女子指出的另位加害人同名。 高云翔与妻子董璇在《阿纳亚恋情》中分别饰演男女主角,不过董璇没赴澳洲拍摄,并在本月15日宣布杀青。 另外,据大陆新浪娱乐报道,高云翔妻子董璇接到记者询问电话后,立即挂断,至今没有回应,夫妻俩先前录好的节目《疯狂婚礼记》原定29日晚间播出,制作单位尚未通知是否按照原计划。 义游王高云翔在澳洲涉嫌在酒店性侵女子被捕,合成图片。 除此之外,高云翔也与范冰冰合作《八星传奇》前名《迎天下》,该剧传在下月播出,如今也可能受到影响。 据腾讯报道,去年8月董璇在微博晒全家福庆结婚6周年,随后高云翔转发配文,期待从3到4,77,我们来了,银翁有猜测他们将会追生二胎。 高云翔,又,与老婆董璇年前经常深爱。 翻射高云翔微博 最近董璇现身机场的时候,小腹微微隆起,此前和老公高云翔还高调秀恩爱说要拼二胎,现在应该是怀孕了吧。 只是这个劲要关头,高云翔却在澳大利亚涉嫌性侵被捕,太让人意外了。 小S,又起,在主持姐姐好饿从后抱住高云翔。爱奇艺提供。